风影计划所进行的是化学武器实验 而这处实验对实验场所的要求很高 上海虽然大 但是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并不多 如果进行实验的话 还会涉及到用水 用电 以及通风等具体事业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 想要获取你大哥的信任 对 但是我大哥这个人心思沉密 想要瞒过他并不容易 上海那么大 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风影计划的线索 确实很难 所以从一开始 我们所有的行动计划 都要围绕我大哥展开 原来是这样 对了 上级要求我们 对昨天化工厂的爆炸时间进行调查 但是白天 我们没法展开行动 只有到了晚上才可以 在这之前 我还需要你 配合我 饮好我们两个人的心 好 来 卖花儿 来了 大嫂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上光静云 这是我大嫂 大嫂好 你好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这太客气了 快点坐吧 给我 我大哥呢 刚才打过电话了 说马上就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看 说曹操嫂嫂就到 不好意思 回来晚了 这是我大哥 你们之前见过 就不用介绍了 是 见过 大哥 不好意思啊 今天打扰你们了 这是说哪儿的话 班餐一会儿就好了 你们在客厅里先坐坐 我陪着上官小姐 参观一下家里 去吧 来 我觉得这姑娘不错 好好珍惜啊 今天我答应你 是因为之前 我欠你的人情 以后你可别干涉 我的生活 什么叫干涉你的生活 咱爸妈去世得早 长兄为父 你的事情我不得操心哪 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 这女人方面的事 我自己能搞定 要说这方面啊 我信你 二位少爷 请喝茶 这次回来什么打算 还没想好 你要是觉得国内不舒服的话 去国外待着也是一个好办法 我要想出国还回来干嘛 既然想留下来 那就安下心来 先结婚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讨论 我来说 我来说